大家好,又到了吃玉米的季节 这个时候的玉米又鲜又嫩 价格非常便宜 5块钱就可以买5根 每年到这个时候 我都会保存一些玉米 即使放上一年 口感和新鲜的一样香甜好吃 玉米虽然好吃 但不容易保存 有的人买回来 直接放冰箱里面冷冻 或者是焯水之后放冰箱 其实那样都失去了玉米的原味 口感也不好 营养和水分也会直接流失掉 做法都是不对的 今天把我用了30年保存玉米的方法 分享给大家 绝对的靠谱 先把玉米外面的两层叶子 给它扒掉不要 留里面的两到三层 不要把玉米扒光了 然后用剪刀把玉米须和根部剪掉不要 玉米须里面很容易脏污纳垢 还有一些虫卵 所以一定要给它处理干净 下面准备一个大盘 往里面放入一勺小苏打 一勺白色的食盐 再倒入不要钱的井水 用手把食盐搅拌融化 然后把处理好的玉米 一个一个地放入清水中浸泡10分钟 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里面的虫卵 以及杂质 泡好之后 把它放在流动的清水下面 冲洗两遍 洗净之后 直接放入蒸锅里 朋友们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分享简单的家常美食 一直都还没有得到你的小红心 这个视频就免费点一个吧 万分感谢 顺便再放几个我家二女儿爱吃的大虾 三女儿爱吃的鸡蛋 盖上盖子 水开计时 大火蒸12分钟 蒸好之后打开盖子 哇 闻着好香啊 先把大虾和鸡蛋给它挑出来 再把玉米夹出来装入盘中 让它自然晾凉 千万不要过晾水 不然很容易滋生细菌 用这个蒸制的方法 蒸出来的玉米能够大大的保留玉米的营养 不会流失 而且吃起来的口感非常的鲜嫩 玉米晾凉之后 我们准备一张保鲜膜 把玉米给它包裹起来 尽量卷得紧实一点 不要进入空气 保鲜膜密封性很强 用来给食物保鲜非常不错 全部都用这个方法给它包裹起来 再放入食品级保鲜袋里面 这样可以隔绝冰箱里面的潮气 防止细菌进入 没有保鲜袋就用塑料袋 只要将它密封起来 不漏气就可以了 上面还可以写上日期 然后直接放冰箱里面冷冻 即使保存一年 吃起来的口感也和新鲜的一样好吃 随吃随取 非常方便 接下来 我用玉米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喝的饮品 饭店一份就卖大几时 咱自己在家做一个玉米就可以搞定了 先把生的玉米包成粒 直接倒入破壁机中 加入30克糯米粉 20克小米 两块冰糖 加入1200毫升的清水 按玉米汁模式 全程大概需要25分钟的时间 打好之后 直接将它倒入杯中 这样一杯香浓丝滑的鲜榨玉米汁就做好了 闻着就特别的香 难怪饭店要卖大几时衣扎 女孩子们快把手里的奶茶换成它 香浓丝滑 特别好喝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在家试试吧